3. 郭文貴 王宣洛 你從誰負責跟誰做負責 ? 死不死 走 見到 丟臉 先賣 講到總統創音 不應該跟台北市長 關文這段四年的事完 沒有台北市議員 公司才是越講越氣 今天你在電台封門的時候 是講得出口 也有誰 不幸 導師柯文貴 一臉臭臉不答解 他難得穿上他那件西裝外套 穿了以後小雲總統下車 小雲本來是好意 誇她說你今天穿的新西裝 小雲手過去要拍拍她 那個柯文哲不但閃掉 而且還一個動作 多扯 你這樣子拍拍她的 真的是事實 所以那時候我們綠色綠營 所有支持者民眾群情激憤 我們覺得他這已經嚴重侮辱了蔡總統 原來翁世間所說的一段故事 就是兩年前在北門的創官會 那個時候柯文哲在選舉 用一個怕陷的票數當選連任 創英文那個時候的民調 是狙狗找不到薩姆 那個時候柯文哲對蔡英文 沒想要交叉的態度 讓翁世間去咬咬 柯文哲那個時候的姿勢 是感覺很囂張 他那一天很可惡 他就他要求 柯文哲甚至要求 蔡英文總統應該到他台北市政府 去拜訪他就對了 翔英總統本來同意 那後來有幾位這個幕僚 那他們強烈反對 後來是說要不然到第三個地方去 所以才會去挑那個北門幕僚 看得出柯文哲很卑鄙的 就是他沒有隔這個人 我就是兩個字的形容 我就是隔爛啦 嚴肅台北市政府兩名多千 台北市長冠軍在那時 自來都沒有要求 總統跟市政府記名 這點是台北市政府提出 在在西區問候各位 中藥申告百問記名 那時期府跟總統府 都有法表共同姓名 所以說沒有的事情就是沒有 不需要太多處理好 噤啊 懂 heritage 有些多使用 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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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